菲利普先生 您看一幅中国画里面 蕴含着这么丰富的信息 那么在西方的油画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作品 好 刚才菲利普先生讲到了 油画中的经典作品 叫《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那么从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反映了当时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一对大典的花园 大典是一个大典的画家 一个大典的画家 他在文章上想像画的故事 他在文章上的画家 他在文章上看了 就像了一种创造的 就像中文章的一世上 而我们看到这种 进行纪而上的衣服 和衣服上的衣服 是非常可爱的 这种团兴的详细 我们在看这种库的则 是这样的小居 我们看到了 那家庭的家庭 啊,然后也有个人家 人都已经像了Balzac 他在一个座场 他在录像中的录像 他在录像中的录像中的录像 他会在录像中的录像 如果 Napoléon看了这个录像 当他成立的录像 他说,这不是一录像 我们走进去 David 第一次的录像中的录像 我们看到 Napoléon是录像中的录像 最后的录像中的录像 一会太强了 所以,Napoléon 说 之后,这会在这刻里 但我会把约上的录像中的录像中的录像 是